甘肅有民間藝人醉心花鳥字 繼承傳統之餘又努力創新 令大眾更容易欣賞 一起來看 花鳥字又叫做龍鳳書法 它以字為載體 將字的筆畫用花、鳥、魚、蟲、山、水等的圖案代替 集會畫、書法為一體 甘肅平良民間藝人張智法 在保留傳統元素基礎上追求改進和創新 借助現代手法和顏料 令花鳥字更易辨識、通俗易懂 我可以說對這個龍鳳花鳥字特別馳迷 因為喜歡這個非物質文化 這些東西我就不斷地鑽研學習 創作精美的花鳥字需要有繪畫和書法功底 熟枝、草書、行書等的字型走勢 才能夠令作品好像行雲流水 不僅如此 張智法還改進版筆、紙報等的工具 用起上來得深應手 亦可以表現出較好的立體感 據了解花鳥字由東周時期的鳥蟲書發展演變而來 源於東周、始於漢代、盛行於明清、再流傳至今 無線事記者 麥斯文報道 表現出來的 早起來 在四月夜 職取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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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取 geh